老花一美日一达回答一下臭宝们的眼花问题 下一个话说我的锦叶葡萄叶子卷起来了 然后看了一下 半死不活一直这样 你这个拍照片怎么发的那么模糊呢 这个太长了宝贝 然后有些缺水还有一些缺肥 你像爬藤类的植物 我跟大家说不论是什么样的爬藤类的植物 就是当大家收到以后你感觉整体不好 你不论是铁线帘还是什么金银花 还是什么飘香藤 你只要上面你感觉特别不好 您就尽量的去给它剪 让它重新长 让它重新长 你这么长 你也知道这一年了半死不活 那为什么不让它持久迎新呢 对吧 可以修剪 然后该撕肥的话也要撕肥 我看您那个也没用什么肥 用到的也是泥炭土 家里面可能是过度的一个干燥 好吧 这个话有应该是关注我没多久 然后现在处在第二个阶段 因为养花的话一般有三个阶段 没认识我之前就是水面用的龙网 天天浇水天天浇水 认识我超过几天之后呢 就记住了不干不浇 干透了浇透 但是呢 它只是说等着干了不行了 它也不敢浇水了 就直接这样了 你得现在往第三个政界发展了 干了就得浇 干透了就得浇透 注意自己的一个排水透气啊 良好的通风啊 这是关键 可以修剪 可以施肥 好吗 臭包 因为你家里边温度肯定不会低 好吧 下一个臭包 老花一啊麻烦问一下我室内薄荷种子 长着长着就趴下了 怎么回事 你看你看这个薄荷你也问宝贝 薄荷哈 是杂草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什么 说了就塌了 就全国各地都能地灾 你在室内 它之所以这么趴着长呢 是由于什么呢 缺乏光照 植物有一个特性 它有一个趋光性 当它觉得我没有光照了 它就收收收 往高了去长 你看高到一定程度呢 它就倒了呗 不就很正常吗 缺乏光照啊 臭吧 好吧 哈喽啊 小粉丝一枚求解这个龟尾竹怎么这个样 很正常 一个两个叶片这样 你就不用担心 您看到新叶在涨 它老叶不都这样吗 对不对 你要看植物的整体啊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长江后浪 推前浪 一带更比一带浪 老浪死在沙滩上 你就捡了吧 是吧 你看得不顺眼就捡了吧 另外的话 浇水还是干湿循环啊 我看你现在这个水稍微有点多啊 花盆也比较深 托盘里边不要积水 花盆与托盘尽量的留一些间隙 让它接接地气 浇水尽量的还是把持一下干湿循环 你这样再时间长了 你如果说最近几天 等到盆土没干你再浇水的话 它可能会出现烂根啊 这个没吓唬你 哈哈 好 龟尾竹相对来说比较洗干啊 康乃兴买了半个月啊 一周前换了不是怎么怎么定 这个没事啊 这不是挺好的吗 给足光照就好了呀 这很正常 你像康乃兴这种 咱们这种叶片出现呢 它一般都是积水欧根 你只要给足光的 它还会再涨 还会再涨 就是大家伙 在买到任何花的时候 你们收到的时候 一般都是它最佳的一个状态 随着时间的变长 慢慢慢慢的 它都会没有以前好看 把那老花衣给看看 我的茶花花包了这样了还是打不开 咋回事 放弃吧宝贝 这个已经打不开了 没希望了 一点希望都没了 大家一定要了解 茶花呢也叫山茶花 大家从地上往天上看是云 其实在山上都是雾 空气湿度要求很高的 你在家里面被干燥的那种 你养不好茶花 就老天爷来了都不行 真的 除非是你把空气湿度给它整的 哇塞了 这是第一个点 路慢慢稀 奇修远稀 然后呢 你可以翻一翻 我之前的那个关于红贝的那个茶花的 养出视频讲解的 行吗 下一个话我发来的比较长啊 简单的说这个 海南的东北朝向呢 请教一下适合养什么花 关于这个话题哈 我跟话语们再说一下 大家只需要一种花 叫有钱花 就是你有足够多的钱了 你不会纠结养什么花 容易活 有什么 你不想就换 不想就换 好好挣钱 好吧 行了行了行了 臭宝 养花就这样啊 我这也不是有多高的技术 是吧 你像我的七年陆陆续续 养死十几万块钱的花了 我可以说是整个行业里面最笨的了 我没有什么技术 没有什么本事 但是 就是养死的花多 就是经验多 就知道咋死的 就知道咋回日就行了 好吧 小华尔美 你别老实让我推荐什么花了 我每天做开箱 你喜欢哪个就买哪个 也不是我卖 我明年春天也会卖 行吗 小华尔美瑞达叫 到点了 绝不错 接点个赞 前有问题 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华一 也养花最短一白了